我看這第三個關鍵詞說 對人家要負責 對 我想什麼意思 其實他跟了我43年 對吧 落葉歸根 我心想就買一塊墓地 北有萬安 南有萬國 上海最好的墓地是萬國 我就考察墓地考察了 最後就把老伴安放給他了 43年怎麼也得找一墓地 那你們對未來老伴 您是怎麼想 未來的老伴 很簡單 未來老伴就什麼 互相關心 互相愛護 互相幫助 知道吧 因為我三件事人生 老窩 老本 老伴 老窩 老本 我治下來了 現在就切老伴 老伴我找過 這個不是你樂意 他不樂意也不成 他樂意你不樂意也不成 當然是 要兩相情人 對吧 我聽說你還準備 我對老伴沒什麼過分的要求 就是倆人能聊天 倆人也要共同生活 您對他的要求是要會做飯 什麼做家事 他呀 他要做得不好啊 還不如我做呢 您不建議給他做飯 他做 我不反對 但你要做的我得能吃下去 不好吃您還得自己做 他不好吃還得我做 我能隨著他 我能隨著他 因為咱們去就為了讓人高興 我也跟說實話 我找老伴不是找保姆 我是找的老伴 找保姆肯定要找保姆 我們畢竟每個人都 最後都要找保姆 找我們可以分階段啊 小時光 日日保姆 終身保姆 這時候 叔叔就想得很全面了 對呀 這時候你就需要有錢 所以年輕不努力 老奈多悲傷 年輕你努力了 你積累了一點財富 你老了你不用麻藏孩子 您應該退休金是挺高的 對 退休金挺高 對呀 反正兩個人過日子 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退休金可以有一萬三千塊錢 拿真不少 他也只成高 他教授 因為他條件高 太低的 不管是層次 還有收入太低的也不行 我聽說你還準備 帶未來老伴過候鳥生活呢 這是候鳥生活 我在海南島有房 哦 海南島您這兒的萬禽 和入海 入海後 不熬 買了個酒店式公寓 那兒的生態特別好 鳥都知道 哎 什麼時候到哪兒住去 什麼時候 他飛了幾千里 他也要飛到那兒去 人那個也應該呀 人也是動物啊 那叔叔啊 您對這個歲數怎麼想啊 年歲啊 年歲也無所謂 身體好就挺 你看我 這兒去兩歲 還不去兩歲 這兒八二一了就 我認為 活就是活的一個心態 比您小多少您能接受啊 四十多歲 五多歲都找過我 我告訴他 咱們不合適 為什麼不合適呢 我們思維方式 價值觀不一樣 在一起弄不到一塊 您是想找哪個區間的 您跟我講 六十七十邊上的 七十一二 七十二 六十八九 都可以 好 咱們要現實點 好 所以對叔叔來講 能說到一起 是特別重要的一件事 是不是啊 我找老爸可不是找幫忙 我不需要你當幫忙 你幹不了叔 咱們顧幫忙 咱們有老本